那么关于这个鞋程能实现多任务呢 咱们刚刚给大家讲解了 Yield Greenlight是不是基本的吧 那么咱们以后如果想要用鞋程来去做事情 就直接用基本的 前面这两种不要用 听懂了吧 因为前面这两种 因为前面这两种 它都是一个实现的一个原理 你把这个原理了解了就行了 那么咱们真正在去用的时候 就是用基本的能量的意思 那么关键点是基本的接下来能干什么呢 我带了咱们大家 咱们接下来多一个案例 图片下载器 咱们做一个这可以了吧 对那这个东西我教给你 怎么去做 首先第一点 在那Python里边怎么才能去用网络呢 什么 用网络我教给你 首先 你在Python里边 你这么说吧 首先在Python里边 打开iPython3 然后打开iPython3 然后呢 这个import一个东西 importurllib.request 导入它 urlrelib.request.urlopen 有个东西叫做open 你在这个里边写上网纸 你接下来理由上讲就可以和这个网纸进行之间沟通了 接下来举个例子 我家的概念什么事情呢 我想把 这里看啊 我想把这个百度的com的这个页面的信息给它拿来 请问这个页面的信息会是谁呢 有机 有个东西叫做显示原文件 来 那么来看看啊 这个原文件呢 同学们不要紧张 咱们后面来慢慢都会交给你这个原文件到底起什么 这个你看见的这一坨又是什么 其实你看见的这一坨 就是这个页面显示的内容的一个核心的代码 怎么显示的 它是这么多的 那么 我建议大家把你的那个电脑上的那什么IE浏览器啊 你能把它删了就删了 能卸了就卸了 不要有了 什么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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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360啊 猎坡都不要有了 只有两个浏览器行了 我说过了是吧 谷歌和火狐留着这两个 我以谷歌浏览器为例 我来打开一遍 谷歌浏览器有个什么特点呢 书上网址 3w.3w.百度.com 接下来回车 有机 最下面呢 谷歌都是一样的 在最下面它有个检查 你点检查的时候呢 它会出来一大坨 听懂我意思了吧 然后你把鼠标呢往这一点 这个地方在动 你往这一点 这个地方是不是都在动吧 鼠标在哪 哪个地方在动 那么有个特点 你有没有发现 下面这个代码也在动 就是这个地方 我鼠标当前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在动 你看我这个地方不一样 它动的地方也不一样 对不对啊 那么也就说 我把它关了啊 点这个X关了 点我现在的鼠标 这个地方X关了 右机 它不是有个显示圆代码吗 你看一下 当前你看见了这一坨 就是你看百度页面的时候 百度服务器给你发过来 你想抄袭一个网站 很简单 你只要把它的页面 Ctrl A全复制了 那么接下来你这个地方 就能看你这个百度页面 就这么简单 那么接下来 我想把百度的这个页面的信息 给它当下来 当我把百度的这个页面的信息 给它爬下来 怎么做呢 我刚刚不是说过了 这个地方啊 我用我的Mac 因为我的Mac能上网 五万图上不了 那么 先导入这个模块 urlib.request.urlopen 打个谁呢 http 冒号 鞋杏杏杏 3w.百度.com 好了 它会有个反汇值 比方说IQ 就是它是一个请求的一个对象 回答 IQ.read 走 你会发现是读得了这桶东西 读得了这桶东西 这桶东西是个什么呢 我告诉你 你读得了这桶东西 就是你看你的这个圆码 那么也就是说 你想当 你想下载一个 想复制一个网站上的页面的信息 怎么做呢 很简单 我刚刚的流程 我再来一遍啊 就例了什么 我想我想这样 咱再找一个吧 他找谁啊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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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点声音 对应该是点 是不过记的啊 好了 复制一下网址 复制一下网址 然后回个头来 看我交给你怎么做啊 来 咱们用什么东西呢 哪个叫 url leave.request.url open 这个地方呢 换成啊 这个地方是个数捉啊 换成你的网址 然后粘贴 我没有粘过来吗 那我一的一收起了啊 http 卡了这个地方啊 我刚刚不知 粘贴了个什么东西卡 好了 我再来一遍 importurl leave.request 然后url leave.request.url open 打开c呢 http 冒号斜账 这个叫什么 3w.singlong.com.cn 然后呢 前面有个反位值 iq 你找什么都行 iq.re 前文团队 是不是相当于读取 这个页面的信息了吧 好了 321 读 这就是读到了 整个新浪上的信息 那读下来有什么用 有人说 东北你读下来有什么用 你能掩饰网络通了 读下来有什么用 我告诉你 专门看这 斗鱼知道吧 斗鱼这个视频 我就不看了啊 这个我过去了啊 万一要是显示的不太合适 那就 不行了 让咱们找找啊 找找 这是玩什么游戏 这个 这个你们农药吗 这不是农药吗 这什么是客厅游戏 还有什么 手游游戏 终于到了妹子了 来来来 妹子通哪找 什么 妹子通哪找 还行吗 你们穿的都挺合适的 没什么不能看 那通哪找 我记得我之前 每个班的时候 都告诉我通哪里边找 那个圆 就在这吗 你这不太漂亮 找个漂亮的 全明星 这个简直就是PSP的 绝对是假的 还有没有更好的 没了 分类 点分类 你看我一定知道 在某个童年知道 点一下分类 然后呢 这里边出现了 有一个叫 娱乐里边 颜值还是点什么呢 点颜值 这个确实长得还可以 来 我告诉你 这个地方 比方说我以他为例 我以点 请问下来 我是不是要看过他的直播了吗 唱个歌啊 吃个饭啊 都还得直播 你是有什么意义呢 咱们可不要这么做 趁着年轻 咱们做点有意义的 是吧 他们只能是落一些块钱 几年之后 还是不行 那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我想把这些 妹的图片给他扒下来 图片还是挺漂亮的 挺养眼 怎么做呢 有机 那么啊 我以他为例 我以谷歌的浏览器为例 请问这是谷歌吧 是谷歌啊 有机 对下面是不是有个检查 点 检查 大家看啊 是不是这个地方 立马打开了东西啊 然后点 注意看 点这个地方 听懂了吗 点这个小箭头 你点一下 你点一下这个小箭头 你这个鼠标 我点一下 你这个鼠标在哪 你得没发现 那个下面的代码就变 发现了吗 我的 我鼠标放在哪个妹子的身上 你得没发现 下面这个东西在动啊 还没看见 看见了吗 来 久不见了 久不见了 我点一下 我点一下 你发现这个地方 是不是定住了吧 定住了之后 这个地方就 咱们会在学钱的的时候 就知道 这个地方是个AP字标签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里边有个叫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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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PS等等等等 是不是一坨 双击 双击 双击不了了 右击 那我就右击 右击 COPY 有个东西叫COPY ELEMENT 就拷费元素 拷费 拷到哪去呢 打开个变迹器 粘贴 结果他们 拷出来的是个东西 什么东西 你看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坨的东西 咱们需要 来 就这个需要 我把它粘出来 请问 从这个地方开始选 选到这 听看 看清楚了吗 我是从这 开始选的 一直选到 选到这 对 选到这 选到这 这个地方还没 还没结束 这个哥们 点GPG 从这 到这 少了一部分 不对 来 再那过去 请问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张GPG图片 你把这个网址一复制 然后你回过头去 先开个标签 你KTRL会粘贴 你有没有发现一点 哦 原来的 大家一个知道一个概念 我没有点进去观看之前 这个地方都是一张图片 听懂了吗 什么各种美颜相机 美了之后放在这 所以说你看到这个妹子 是吧 长得挺白 有可能点的去挺黑 有可能是这样的 对吧 我想把这个妹子的图片 我想把这个 一看就十几岁 是吧 怎么做 右肌 检查 来 接下来 点一下 点一下他 来 看着 看着 有了吗 右肌 他应该有一个拷贝 操电机 我看有没有拷贝 操电机 嗯 他这没有 拷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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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没有啊 那就copy copy element copy element 好了 回过头去 接下来 看着啊 粘贴 又一个 怎么做呢 把里边的东西给他扣出来 好了 这个不要了 抹掉 不要 我最重要的是什么 哎 就这两个网址 来 同学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啊 我再新一看一个 来 粘贴 是这两个图片了吧 我一下把它当下来 怎么当 首先第一步 咱们有网址 首先咱们有网址 第二步 写个程序把他当下来 不就行了吗 来 看到我这儿 看到我这儿啊 我告诉你怎么做 我看一下我当前路径 CD的桌面 VRM 比方说 这个 g event g event g event 然后 这个叫 image image 然后 downloader 顶 p 什么意思呢 就是g event 他版本的图片下载器 你懂我意思了吧 来打开 怎么做第一步 第一步怎么做什么 肯定是写if 这个没错是吧 if下方线 内幕 下方线 等于下方线 下方线 卖 没问题吧 好了 第二个 慢函数 那么第二个慢函数 那么接下来 在这个位置 d f m 接下来写什么呢 第一步 你要创URLopen 对吧 首先 你的干什么呢 这个你好好听了 可以当图片 多好玩 是吧 import url leave .request 然后 url .request ctrl n request.url open 打个谁呢 打个谁啊 你刚刚不是 拷并了个网址吗 那么打给他吗 多简单 来 把这个网址拿过去 ctrl c拿过去 然后回头来 右击 我看能不能粘贴 我在编辑模式 能不能粘贴 右击 pass 嗯 嗯 哦 暂贴 他不让我粘 他妈 不让我粘 那就算了 我就把它 嗯 编辑器出了什么问题吗 好了好了 出了问题了 我ctrl w 把它关闭 其实呢 和妹的没关系 我这样来干净什么事情呢 我把这个代码啊 这个代码应该在我的桌面上还没见还没见我再新建一个吧 新建一个啊 我用sup 利用写听懂我意思了吗 用sup 利用写啊 我在前面呢我在前面我刚刚刚起了进什么事情啊 import import 导入 wyquest erw urirlib request 然后urllib.request.urlopen urlopen打给谁呢 把这个网址站进去 然后这个网址在哪呢 在这 把这个网址站到里面去 把这个代码放在稍微小时 让他们看到 有了吧 我req等于他 请问没问题啊 我接下来怎么做呢 req.read 请问读的是谁啊 读的就是这张图片的内容 你懂我意思了吧 这张图片你刚刚不是还能看见了吗 这个在哪 这个图片有机 你如果是显示圆满的话 它也没有 因为它只是一张图片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 就是我读到的会是什么呢 图片内容 也就是image image下发现 然后content等他 我读到的内容 放在这个电脑里面去 请问这个内容 是不是就是那个图片的内容了吧 怎么才能显示一张图片呢 with open 1.gpg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wb 然后sf 那这啥意思啊 f.write 然后写什么 image content 写完之后 是不是他自己挂了吧 好的吗 那么接下来看啊 注意看 我的桌面上是没有图片的 接下来执行 一般情况下 我在我的mac里边开发是怎么开发的 我用我的sublib去写代码 然后呢 我用中端去运行 听懂我意思吧 我一般也不会用prx嘛 除非代码比较多 比方说很多很多文件家 有可能我才会用prx 小来小去的 我一般都不会用 好的吗 这是我的经验 这是你用不用 这随你了 python3 然后downloader downloader 是不是接下来用已经他了吧 什么 没问题吧 是不是就下载了吧 那这个给力啊 对吧 那把这个东西 把这个网址复制一份 然后接下来 把这个地方换成谁 是不是换成这个网址啊 来换成这个网址 来的吗 我家再来个 这个地方就可不能写1 写1无1是什么呀 你复盖了吧 你写2啊 你不能复盖 写个2 来 带允信念 走 没来吧 来了吧 这不两个吧 1 2 是不是都来了吧 不就这么简单吗 爬出有什么难的 多简单啊 爬美的照片 是不是可以了吧 那还可以爬什么呢 拍视频 这个也可以 把这个地方 这个网址 换成什么 视频的网址 比方什么 什么在apps 哪可以下的 对不对 我接下来 交给了你这么多了 是不是可以爬一张图片啊 我想两张图片 一起爬怎么多 大家想想 爬一张图片 两张图片一起爬怎么多 咱们刚刚讲你的是什么 是不是想你的几位呢 那么说的直白一点 你这个地方就别叫什么慢了 比方说叫到这个 这个当当楼当当楼的啊 当楼的是吧 然后我接下来这个地方有一个慢函数 然后慢函数里边 我接下来只要怎么的 是吗 咱们那会说过的 回到咱们课件 那会咱们说过 几位的基本上大体的方式是 怎么的 通过givin的joy 你前面先定一个函数 接下来givin的joy 通过givin的spoil 这个地方是不是想要那个函数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这个协程是不是可以做了吧 基本上大体的样子 就这样的 来 拿回去啊 粘贴一份 粘贴这个位置 请问这意味着啥呀 是不是接下来我要创建三个协程了吧 那么我想用givin 请问同学们 givin他怎么的 你首先是不是要导入啊 givin然后咱们还得fromfromgivin emportmonkey然后monkey.patch下方线 哦 是不是咱们把这个补丁 是不是给它打上了吧 好的 那么接下来咱们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基本上都不变 你想爬几张图片 请问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这个列表里面 有几个元素了吧 请问这个my download这个地方发生什么 是吧download点 可以吧 那么如果我接下来 我这个协程和这个协程 都是调用这个的话 请问接下来爬的网址 是不是百分之百一模一样 你爬两个一模一样 图片有什么意思 所以是怎么办 我把你这个网址看上 删掉 我这个地方你来个参数 比方说image image url 就是后面咱们会慢慢说 url就是网址 你这么理解一下 我把这个地方放在这 到了参数 请问我这个值 是不是将来是给你的了 明白我意思吗 那么接下来我干净什么事 我把这个网址 看着啊 我站在这 可以吧 这不就是一个网址吗 我把这个网址 我kntrlc 我拿过去 我站在这 好了 请问 这是两张图片的这个网址了吧 放在这 请问 接下来我这个joinall 是不是就等待你这里边 所有的协程 是不是开始运行 运行的时候 第一个协程就开始爬 请问 imidsurl 是不是咱们给它传进去的吧 他从这个爬 爬完之后 请问接下来 是不是往二里面写 第二个也爬 爬完之后 是不是也往二里面写 请问将来 是不是只有一张图片了 怎么办啊 你应该会啊 random 就rand int 比方说 咱别写 写个什么东西 就这样吧 你这个地方写个随机值也行 对吧 我的意思就写个随机值也可以 但是随机值有可能是不是相同啊 所以说呢 我刚刚又想到随机值还不太好 怎么做呢 咱们就这样吧 再传一个参数进去 再传一个参数进去 那么你想叫什么 比方说 叫1.dpg 然后你这个叫什么呢 我想叫2.dpg 好的吗 我是不是把名字传一圈啊 我传了两个参数 那意味着什么啊 那么这个地方是吧 按理说是不是有两个参数了吧 比方说叫什么 就是image name image下关线name 那么请问 接下来image name有了 接下来这个位置 是不是就直接替换这个东西了吧 我把名字给你 我把网址给你 你去爬 爬完之后 你往我给你名字里面扔 请问接下来按理说 是不是可以了吧 把这两个先删除 直接下载了吧 没问题啊 那有人说 东哥再验证验证吧 行啊 来 对我验证一下啊 接下来找几个换 换几个妹子啊 来 这个 你想你想怕哪个 随便啊 我一随机了啊 来来 随机啊 随机随机 找一个 这个 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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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漂亮啊 这个不用纠结 过一会儿写电玩的时候 你不去写了 不去玩了吗 看这来 把这个网址 粘贴一下 没有网 下午给你开网 真的 真的 还能骗你吗 真的 然后把这个网址写在这 然后还在爬哪一队 再爬一个 来 爬这个吧 满足你们的需求啊 来 双击 拿过去 双击 双银号 再说 粘贴 好了 把这个地方 看啊 我看一下 这两个出片了 确实不一样的方式 好了 这个就不叫二了 这个叫三 这个叫四 可以吧 来 把这个关闭啊 他关闭的不要了 来接下来打开这个东西 三二一 走 是吧 这几个是不是就下来了吧 那么也有时候 同学们发现一个特点 网络下载的过程 请问是不是一个厚实的过程吧 你们发现一个特点 相当于咱们看到 是不是这个三和这个四 这个图片是不是一起在下载啊 那么也因为自己说 如果我接下来东哥 我有很多很多的图片 我需要下载 那没问题啊 你往这个列表里面扔 是吧 那么接下来 你是不是有N个图片 是不是一起下载啊 其实这就是写成了 咱们刚刚给大家讲解的一个案例 是不是相当于一个图片下载机啊 是吧 你把这个图片下载机 一给叫视频下载机 行不行啊 行啊 你把这个网址换成视频了 就完了 就可以下载了 就这么简单 那么原来爬虫 同学们 现在能理解什么叫爬虫了吗 爬虫干什么呀 爬虫就是从网上 把网上的数据荡下来 至于荡下来之后 你保存 还是不保存 就看你是通过文件来保存 还是不保存 听懂我意思了吧 反正你能拿到这些数据 OK 其实这就是一个体现 这一个体现 好 那么今天呢 我给大家一个作业啊 作业 今天下午的时候 给大家开网 开网之后 你干什么呢 把这一页里边的妹的图片呢 你爬下来试试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一点 不要从一个羊身上 一直拔毛 否则这个羊呢 会不让你拔 因为这是什么呢 咱们大家 说得直白一点 咱们大家将近五六十个人 对吧 如果今天下午都从斗鱼里边爬 斗鱼一会就认为 怎么这个IP过来的请求 怎么都这么独特呢 你们老是在为我要图片 怎么不为我要内容啊 接下来就把咱们 整个公司的IP封了 有可能斗鱼就封了 一封封多少 有可能先封个几个小时 如果几个小时 你还有 或者说刚解了之后 你还有 你可能封一天 如果要是还有 有可能就封好几天 你懂我意思了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就看咱们大家自己 平时积累的网址了 你的网址越多 爬的越多 就是道理 好了 你看还是有用的吗 是吧 好了 这个会这么多了吧 爬个十个图片 爬个二十个图片 爬来试一下 这就可以了 这个案例呢 咱就说到这